帶著價值近百萬的名表前往宜蘭旅遊 全以為一時似乎名表不見了 欲哭無淚 民眾發文表示 他退房之後財經局手錶忘了戴 猜測留在民宿裡 但是業者說房屋沒有看到 究竟名表泡去哪 業者相信員工也發聲明 強調清白 奢華AP名表價值近百萬元 沒想要去一趟宜蘭住宿表就不見了 女網友在臉書PO出名表照 要大家一起幫幫忙 他們一行約30人 30毫包洞入住民宿 一號為退房日 工程離開時 先生早上10點把表放在民宿桌上 11點趕著退房就忘了拿 下午想起來的時候返回民宿表卻不見踪影 民宿業者也說沒有看到表 兩人查看監視器 發現只有民宿老闆兒子 與兩位打掃阿姨進去過房間 但老闆強調非常相信員工清白 沒有拿表 11點退房 約莫1點的時候打電話來說 手表遺失 民宿的管家或是我們工作人員 確實都沒有看到手表在裡面 但是客人一口咬定手表 確實是放在民宿 民宿價值近百萬 這非同小可 一個說手表放在民宿 但業者也喊冤自侵 發聲明沒拿手表 究竟民表去了哪裡 是被拿走了 還是忘了放在哪 施主決定先保安處理 發文宣賞給大紅包又報警 就是希望能找回民表 畢竟價值97萬元 一定得努力找一找 記得張凱提一段報導